今天的十分访谈 我们来聊一聊新一轮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是的 一边是控制需求 另外一边是增加供应 政府这次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权 希望能够稳定本地的房地产市场 让市场可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好 我们马上邀请两位嘉宾 首先就是国大城市与地产研究院院长陈天富教授 以及国内产业首席执行长林永富先生 二位好 二位好 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陈教授 昨天晚上其实政府是在星期三晚上的深夜 选择发布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应该已经入眠了吧 睡梦中了 对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政府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比较特殊的这个时间点 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 另外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降温措施 是选择到了2021年12月年底 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时间节点 来选择这个实施降温措施 其实我们从11月的这个交易量来看 跟过去这个季度的这个价格的上涨 已经有这个意感就是说这个降温措施会出现了 可是我们没有意气到这么心虑不羁 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就是在5月11点的时候 公布这个措施让很多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我们可能是可以从过去2018年上一回的 那个降温措施的经验来看 因为降温算回2018年6月7月的时候的降温措施 我们发现到很多人在最后那几个小时 开发商就把他的那个师范工艺延长到5月11点 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进场 所以上一次那个经验可能让这次政府 在推出这个降温措施的时候 学到了一些一些体验 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人 情细化的去冲入市场去购买这个主屋 在年底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一次 这个11月的这个交易量火热的情形 所以说这次推出可能是要 让这个市场降温的一个考量 那在这个时间点推出的话 您认为它算是比较迟一点的 那还是刚好恰到好处呢 陈教授 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恰到好处 因为我们看这个市场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尤其在11月的交易跟它的价格在涨的时候 交易量还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说这几个季度来的观察是说 它可能应该是更合11了 如果不再推出这个降温措施 我们担心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过热的现象 明白 但是这个市场也传出了消息 说这个美联储明年可能会至少加息三次 那我国政府也表示 这次的实施降温措施 是考虑到利率可能会上升 而导致买家风险增加 那么陈教授您觉得 如果说美联储加息的话 它会有多快影响本地 我们从过去这几年的低利率环境来看 可能低利率环境是刺激房地产交易 跟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接下来美联储的深利率的宣布 可能会也带动本地的房贷利率的上涨 房贷利率增加的话 会影响一般买家的 就是他们偿还抵押贷款的能力 所以说他对买家的融资的贷款跟风险 可能会增加 就是说他会带来一定的压力 所以买家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在考虑他们融资的那个协定的时候 必须要谨慎 因为当利率增长的时候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利率是浮动利率 当美联储的利率生长的时候 这边的这个贷款利率也会相对的增加 所以说他会对一般买家的这个偿还贷款利率 压力会增加 另外我们再来请问这个林先生 那么当局已经宣布了这一系列的新措施 那您觉得对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 这些措施它能不能够起到足够的降温的作用 其实如果你讲降温 它就是有两个角度要看 第一就是说那个价格 让它不要再继续的攀高 另外一点就是 那个买器其实现在非常的火热 是否要把它放缓一些 所以在这两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降温 它主要买家就会变成什么 就是会希望可以 这个价格保持稳定 或者甚至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 是否那个发展商会调整一下那个价格 这个是大家很希望的 然后第二点当然就是说 现在很多买家因为这个供不应求 所以很多人都买不到屋子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说 有了这一次呢 当然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买到新衣的房子了 因为如果那些投资者 买第二套第三套的人少了呢 那当然第一次购物者的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些措施 就是会带动这两者之间的那个效应 明白 但这个新措施呢 也包括收紧总常债比率 还有建屋局组房贷的贷款与估值比率 那不过这个涨幅 这个幅度是不大的 为5%左右 那你认为呢 林先生 这对买自住房的这个购物者来说呢 它有多大的影响呢 当然如果你从那个跟监务局贷款 那个这个幅度 它其实调整从90到85 其实是非常少的 而且大多数的人 当他们是买自住的话 通常他们都不会拿到这个90%的贷款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是会动用他们所有的公积金 当所有的公积金都用完之后 通常他们的贷款呢 可能是在80%左右 所以这是那个调整 从90到80% 我觉得那个影响应该不会是很大 那当然再加上这些买家 他们也是有一部分的人 是有选择跟银行贷款 而不是跟建屋局贷款 所以这一组人呢 他们对他们来讲 其实根本都没有影响 另外今天早上 我们也关注到政府 他也宣布要增加供应 就是增加预购组屋的供应 还有私宅的供应 那么您觉得当局 对于同时增加预购组屋私宅的数量 会给转售组屋 还有私宅市场 带来怎么样的冲击 那对于那些潜在的 组屋提升者来说 他们会不会改变 他们的选择 他们要提升更大的组屋 更优质的地段 还是干脆 我们就去买私宅了 陈教授 如果我们看过去一年的 这个申请 一个组屋的人数 他已经达到八万左右了 所以说 他是历来最高的一个申请人数了 所以说八万 我们每一年的供应 大概是两万左右 所以说每四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 他们申请到 成功申请到 他们的一个组屋 所以说这一次 政府增加了 这个一个组屋的供应量 是可以在短期内 可以减缓一些 这个需求的一些压力 让这些购买者能够 更有高成功率的 这个申请到 他们的这个一个组屋 所以说这个一个组屋 我们接下来看 他不单单是明年后年 他可能接下来 四年后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有十万左右的 这个组屋的增加了 他会不会影响到 转售组屋的这个 这个交易量 他可能会把一些 这些 不是急着要 拿到组屋的这个人 可以把他们吸引到 因为现在增加了供应量 他们认购的那个 成功申请的这个 机率也相对的增加了 可是有一些 他们急着要 要成家 要自己的 估值的话 他们也会考虑 就是在转售市场 继续购买他们的组屋 可是这个增加了 这个供应量 对转售市场的 这个上升的压力 这个这个那个 价格上升的 这个压力 会减缓一些了 那对潜在的 这个组屋的提升者来说呢 它的影响跟选择 又有多少改变呢 程教授 在这些潜在 购买上 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了 因为目前来说 可能 一购组屋的这个 升购率太高 超过5% 所以机率比较低 现在有了这个 有了增加了 这个异购组屋 他们可以选择 就是在异购组屋 跟转售组屋 这个这两边的一个选择 目前来说 因为异购组屋的 那个机率比较低 而且它的那个 完工的那个日期 可能有一些被延后 还有就是同时 他们面对压力 就是说转售组屋的市场 价格已经涨得非常高 所以说这个增加 这个供应可以 同时就是增加 他们申购的成功力 另外就是把那个 转售组屋的这个价格 它的竞争 也会相对的降低下来 所以说 让这些钱在买家 有更多选择 是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集体出售市场 最近也是开始 逐步的恢复了 复苏了 但是这个降温措施 一出台之后 永富你怎么看 它是不是再次的 会冲击这个 转售 这个集体出售的 这个市场呢 当然 这个集体出售 它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个 第一 那个政府的土地 它其实是不足够来 给这个发展商购买 所以发展商当然会转向 这个集体出售的那些项目 当然在 这个降温措施还没出来之前呢 他们对于这个购买 集体出售 也是不是说那种 大胆的去购买 因为为什么 现在的那个价格已经是 其实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那个水平 如果发展商 即使没有降温措施 他们在 投标的时候 也是会相当的谨慎 因为他们也是担心说 如果我标的太高 再加上现在建筑成本一直在增加 那会不会以后我卖的价格太高 而不能 就是大多数人不能负担的话呢 这样他们也是会非常小心 当然再加上这一次的降温呢 我觉得当然发展商会更加的谨慎 所以那些在集体出售的那些项目的屋主们 当然现在也不要说 抱着一个太乐观的那个心态 因为毕竟 每个发展商还是会非常的谨慎 来投标 这个这些集体出售的项目 看来整个市场都会趋于谨慎 最后呢 我们还想 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 最想知道就是这一轮的降温措施 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呢 陈教授 我们如果以2018年的经验来说 就是那个额外买家印花税 退出之后 它是有明显的这个降温的这个效应 还有就是说 这个这次的这个TTS 就是总账账账账还率的 这个限制 跟LTV 这个账账比例的限制 他们对整个金融市场 是有起作稳定的作用 因为上个星期 金融管理局刚刚公布了 就是这个金融市场的稳定的 这个风险评估 他们发 就是发现去年跟今年的 那个贷款跟GDP的比例 有明显的上升的那个趋向 所以说要把这个金融市场稳定下来 这些宏观调控设施是重要的 就是一个比方来说 一个气球 当你继续地推涨的时候 这个气球破裂的风险会增加了 明白 所以说这个降温措施就是 把这个风 放了一些风 然后让 对 买家的这个风险自己 要先去做足功课 所以我们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二位 这个数码时代是越来越多人 以电子贺卡送上祝福了 那新邮政的也顺应这个潮流 在这个圣诞佳节 做出了特别的安排 帮你送上数码祝福给至亲 稍后的科技一点 我们来带您了解